嗨 大家好我是Dann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是我是Danny 今天呢我穿了一個非常度假風情的衣服 那就是因為我從沖繩回來啦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說我去沖繩參加 全亞洲Beauty Brown Asia的總決賽 那雖然很可惜的就是我沒有贏 你們應該都知道啦 我PO我的那個 我這幾天的日記 所以希望你們都有follow到 那一件衣服就是我帶去了 可是沒有機會穿 所以我就決定說 現在 現在這樣就買了 還是想拿來穿一下給你們看 所以我其實底下有穿一個很可愛的 就是熱帶風情的洋裝 就是你們可能沒有辦法看到全身 它是個長洋 然後我在Forever21買的 今天呢我要來開箱 我在日本買的東西 然後我必須說 這一次去日本 真的很匆忙 這一次去我一心就只想著說 我要穿什麼啊 然後要帶什麼飾品啊 穿什麼鞋啊 帶什麼相機 腳架 電腦 GoPro什麼一大堆的 所以我必須老實說 我沒有做很多功課在查 所以我要在日本買哪些東西 所以我就去藥妝店 就是看到什麼東西 覺得好像還可以 就是 我很容易被那個什麼 Cosme第一名給吸引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啦 慢慢來看試試看 感謝有些網友 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有跟我推薦一些東西 好 我們就話不多說 跟他來看我之後 日本買了些什麼 我老實說 我 我認為啦 我認為我沒有買很多東西 雖然 就是 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我 就是累積了這麼大包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沒有買很多啊 自己說 第一個買的東西呢是 這個是DHC他們家的旅行組 然後它裡面有 DHC非常有名的 結顏油 其實是一個 蠻有誠意的一個份量 它是20ml的 還蠻大瓶的 也是蠻有名的那個 它的肥皂 然後化妝水 最後這一瓶小瓶是什麼啊 美妝油 它裡面是橄欖油 就是一整個就是 聽著就是我會很喜歡的一個組合 就是從 卸妝 洗臉 化妝水 到最後是 美妝油 聽著就是 你知道 我的菜 所以那時候 我看到的時候 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算是一個旅行組 所以我就 決定 二話不說 我就帶了這個組合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再來呢 是兩個我沒有用過的產品後 我其實是現場試的時候 覺得 好像還不錯 我就帶了 這個是沒比較 有點像是 呃 就像是 眉膠跟眉筆的 就是混合體 這個呢 叫 這個品牌叫做 Heavy Rotation 然後它其實是 Kiss Me他們家旗下的一個品牌 品牌 我拿的顏色是 01號叫做 呃 Natural Brown 所以 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基本的 就是 大地色 深咖啡色 然後呢 它有兩頭 我現在要開給你們看 它一頭呢 就是眉筆本身 它是圓管的 長這樣子 細細的 然後我印象中 我那時候在店裡試的時候 我覺得它還蠻 你看 超顯色的 我很不喜歡那種 需要畫很多很多下才會有顏色的 我就喜歡這種 一筆你就看得到顏色 一邊是眉筆本身 另外一邊是 一個螺旋刷 感覺啦 是一個非常 非常非常合我胃口的一支眉筆 剛好放在這支眉筆旁邊 是這一個 這個是他們的染眉膠 一樣是 Heavy Rotation 他們是同一個 同一個品牌 然後是剛好是 有點像是搭檔 連續三年 受到就是 Cosme的 就是大傷 我就跟妳講 我就是 我就是 非常容易 就是受這種什麼 大傷的影響 所以我就是很容易 被這種東西洗腦 我一樣是買 呃 自然的深咖啡色 染眉膠本人長這個樣子 它裡面的刷頭啊 還蠻 還蠻 標準的 我如果記得沒錯 後我現場試的時候 我覺得效果還蠻持久的 因為那時候 我有刷在手臂上 然後出去外面晃一圈 晃完一圈之後 就是什麼洗手啊 然後在那邊 就是 摩擦到 它都還有保留一點顏色 所以我才回去 決定要買這一支 接下來這個東西呢 我一定要大 大臀貨 這個呢就是 KISS ME他們家的睫毛膏 我還需要多說什麼嗎 這個是我最愛的睫毛膏 他的睫毛膏呢 是 銀色蓋子黑色管身的那一支 強力建議你一定要貨幣三家 因為我買這一支的時候 我是買好像兩百多塊錢台幣 但是有很多間 可能會賣到三百塊 或者快三百塊錢 就他們之間 還是有些些微的價差 所以還是強力建議你就多看幾家 然後看 剛好你 那一家藥妝店有沒有打折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買 要不然其實在台灣有些時候 也不一定 比較貴 所以這個 可以多看看幾家 我都買了這個 這支是我最喜歡的 Integrate眼線筆 也就是 絕部手震眼線筆 顏色是BK999 全黑 然後它推出了愛心的包裝 我就淪陷了 它本身的筆身啦 也有做愛心的圖案 這很可愛 愛心的 因為它本來是 那個一隻貓咪 然後它現在是一隻貓咪拿著弓箭 然後射出愛心 這很可愛啊 我就不能淪陷了 然後我算了一下 就還是比台灣便宜 所以我決定說 那我就買 就是 限定包裝的版本 就是因為 本人對包裝這種東西 就是無法 say no 就很多人就會說什麼 啊就是 只要東西好用就好 我個人就是一個 很容易 被包裝吸引 然後如果這個包裝很漂亮的話 我就會一直回頭去買 就像 就像很多人在喝水 一定會說什麼 我想要一個漂亮的水壺 到底是一樣的 如果不是用漂亮的水壺的話 我就會 很懶得喝水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如果有人跟我一樣的話 拜託 拜託你們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要讓我真的覺得很孤單耶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很務實的朋友們 他們就是完全不在乎包裝的 他們就覺得說 好用就好 對anyway 反正呢 如果你們跟我一樣的話 記得他們給我讓我知道 再來呢 呃 是這個 這個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過 也很多人都有用過 但是本人剛好就是沒有用過 這個是Pair他們家的 他就有點像是 就是痘痘膏 所以你如果有時候 必所幸的粉刺啊 或是正在長什麼的痘痘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 這支就是痘痘膏 然後我個人就是一直沒有用過 於是我就決定要買回來 試試看 再來呢 是假睫毛 然後呢 我又是腦波熱熱的 看到他寫第一名 我就買了 這一個呢 是一個品牌 叫做Lash Concierge 的04號 Lovely Wing 他是非常非常基本款的一個假睫毛 前面眼頭是短的 然後眼尾加長型的 也就是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 呃 一種款式 裡面一組有三對的假睫毛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於是那時候我就買了 接下來這個東西呢 是我腦波弱弱的聽命講的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說 我比完Beauty 幫你A小孩之後 YouTuber命 然後我妹 然後命的朋友 他們三個就到了 沖繩跟我會合 於是我們就 租一台車 繞了 就是沖繩一圈 覺得很棒 玩完了四天 之後我跟命去逛 藥妝店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東西是 另外一個YouTuber 滿有你推薦的 然後要我一定要買 這個呢 就是Canmake的 透明睫毛膏 他也像是睫毛復活液 也就是 也是睫毛的 Top Coat 然後你塗指甲油 不是會 呃 上完顏色之後 要上一層亮甲油 然後讓他可以維持得更久嗎 他的效果就有點像這樣子 你可以就是 完全不是要 黑色睫毛膏 就只上透明睫毛膏 然後他還是可以讓你的睫毛飛翹 或者是 你可以用你一般的黑色睫毛膏 上完之後呢 再塗這一個睫毛膏 然後他可以讓你的那個捲度 就是維持 而且他這邊寫超大 他寫說 捲翹維持 好再來進入就是 呃 面膜之前呢 我要先就從這一個 這一個呢 是我從來沒有用過的品牌 但是因為他的包裝實在是有點吸引人 這個品牌呢 叫做Dio Naturale 它是一個止漢劑 然後那時候他出一系列 止漢劑 就是不同的什麼 滾輪型的啦 液態的啦 然後 額 固態的 那時候我就隨便拿了一個起來 因為我覺得他長得很美耶 你看 我買到是固態的啦 所以他就像口紅膠一樣 可以這樣轉出來 他是一種薄荷的味道 然後還蠻舒服的耶 不會覺得特別的涼 那他就是薄荷的一種清香的味道 因為我沒有很喜歡就是 止漢劑本身有太多芳香的味道 有些時候會跟你身體的味道 可能會有點衝突啊 像是你如果想要上香水啊 或是你有塗髮油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塗就是髮油 然後是香的 所以我頭髮就會有點香香的 所以我很不喜歡就是止漢劑本身 有太多太多的香味 接下來這個東西呢很神奇 這個呢是我在沖繩的國際通買的 它呢是一個洗顏罩 我發給他給你看 他超級可愛的 他有點像是被包成便當的樣子 你可以這樣子提著 他是一家專門就是發明這個 洗顏屍檢的一家店 那時候我們只是經過那個店面 他就擺了一顆就是像石頭的東西 在那個窗邊 然後叫我們去摸那個 本人就是一個非常充滿好奇心的好奇寶寶 於是我就鬆弘大家 陪我一直去摸那顆長得像石頭的東西 我們全部人都是伸手去摸那顆石頭 我才發現那個石頭是軟Q的 它像麻糬一樣是QQ的 它本身是那種精英剃透像水晶一樣 但是你真的是摸 你發現它是QQ的質地 我覺得超級有趣 我們去店面的時候我們就都買了 它這個是洗臉罩 然後呢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它本身是一種 你看就是QQ的 這種質感 它還是有一點點 該有的一些厚實度在 它就是一顆圓滾滾的球 我們買的是沖繩非常有名的一個 荊棘的味道 它起泡可以起的超綿密的 現場有小姐可以示範怎麼使用 它這樣輕輕一揉的 它的起泡都超級多 因為我發現說日本很喜歡起泡很多的洗臉產品 這個粉紅色的是福桑花的 也是非常非常很沖繩風味的感覺 這個非常適合送人 日本的包裝真的包裝得非常精緻 然後很漂亮 好再來正式要進入面膜了 首先呢第一個面膜 你們一定不會覺得驚訝 這個是Lululong他們家的保濕面膜 因為個人呢沒有用過他們家的面膜 我知道我是個若無的人類 它裡面含玻尿酸 然後還有那個皇家 有點像是皇家果凍的質感 沖繩他們現場還有清寧口味的 跟苦瓜口味的Lululong面膜 可是那個我沒有買到 因為我一直想說一定還有機會買 一定還有機會買 然後最後要買的時候就已經too late了 我就錯過了 接下來這個面膜是我在藥妝店買的 然後我的中文不好 好所以呢 這件罪嗎 怎麼辦 這件罪嗎 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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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嗎 這個面膜其實在台灣也買得到 但是我居然在藥妝店 它剛好在做促銷跟特價 於是我就覺得好像應該要買一個來試試看 它感覺非常的高級耶 天啊我的日文也不是非常的好 那如果記得沒有錯的話 我應該是挑到滋潤保濕款的吧 這邊玻尿酸 所以我來猜它應該是保濕款的 所以這個呢 那我也非常的期待使用 最後兩個面膜真的太可愛了 我就不得不買 沖繩呢 他們每一個 每一戶人家 還有每一個 像是公園啊 就是任何地方 他們都會放石獅子 都不買 所以它這個面膜 你這樣撥下來 你就戴上去之後 你會變成就是 這隻 這隻的臉 然後他們兩個是不同的顏色 一個是粉紅色的 然後一個是 黃色的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啊好姐妹一起敷臉 超可愛的 然後我買的是 這個 呃黃色跟 呃粉紅色的版本 然後這個呢 是黑臉的 超可愛的 日本人做他們家的伴手禮 這真的讓人家無法招架 這好可愛喔 嚴格說來 我覺得我還蠻理智的欸 我沒有買非常多的東西 這就是我在沖繩買的所有美妝品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分享 所以照我慣例 我的Instagram在這邊 SewiDanny 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有Facebook 我還有Snapchat 雖然 我最近有點荒廢我的Snapchat 我大部分都在Instagram上面 所以記得先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很常在上面post現實動態等等的 每個禮拜天八年在我的頻道 SewiDanny會PO一支新的影片 所以記得按下面這個紅色訂閱鍵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旁邊這個小鈴鐺的符號 所以你會收到我新影片的通知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Bye